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All Purpose 中筋面粉 哦哦不对人家不讲Cup 人家讲客数 王大叔独门秘方 包汇 包成功 做馒头 好 这是多少 一般我都是500克面粉 5克酵母 3克泡打粉 500克面粉 哦 然后这个是我家的酵母粉 对你没有看错很多 然后是几克这个 刚才王大叔说了 应该录进去吧 哈哈 5克 5克酵母 3克泡打粉 我这是二斤面 我对我家就一般起始就是1000克 但是一般500克 就是刚才那个比例 如果是1000克就是这些比例double 但我放了泡打粉多放了一点 我一般都是一样的 5克5克的 哦 5克5克 其实3克泡打粉够 我多放一点 给我们看看泡打粉 baking powder 啥啥泡打粉都行 那这个咱家这个现在是1000克 对 就是10克那个10克那个 对 哦 下回我也可以给你做的 先搅搅 然后是温水 一斤面四两到四两半水 别别别四两 看毫升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毫升 500 500毫升 我这是1000克 1000克就是500毫升的水 500就是一斤水 一斤水 一斤面就是半斤水 就是500克就是250毫升水 对 你要 我会打在屏幕上 也会写在信息栏里 一般蒸馒头花卷就是一斤面半斤水 就可以 一斤面半斤水 一比二的比例 然后这是温水啊 这不是很烫 也不是冰凉 就是温水 就跟人体温一样 手放里头稍微带点温度就行 然后就搅 加快的搅 搅一搅 搅一搅 倒一倒 绝对省事 家用电器那一集 已经说过 1000克就是一个蒸锅全能装下 是吧 自己家随便一斤也行 一斤半斤都行 我家一般都是每次做好几锅 做个三四锅 偷门看一看 这个是馒头 一会再跟大家说 偷门看看 反正一般都是一斤面半斤水 你要觉得硬就烧就再放 觉得软你就烧点 一斤面就四两水 我都是放半斤 从前那个放的是五百五 四两 不懂 一两就是五十克 一两就是五十克 哎呦我天 这我都不知道 温水发酵比较快 所有 这要发酵都要有温度 一斤面四两半的水 一斤面半斤水都行 这是半斤水 保鲜膜盖上 放多久 放到发酵一久 就是放到几倍大呗那种 所以 这个东西没办法去搅 你家里凉的话就比较慢 家里热的话就很快 你这种发酵 家里热三十分钟 发起来 发到了两倍大 现在是 刚才是二十六 现在是零七零八 过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也不是特别好发 这个发的也不是很好 揉揉 为啥揉一揉呢 排排气 排排气 这个就稍微比较硬一点 就是你手感会感觉硬一点 是因为水少了吗 还是没发好 水就是那个比例 我一般都会稍微多点 蒸馒头水稍微少一点 无所谓 它硬就行 我蒸花卷都会稍微多点水 就跟头一锅的馒头一样 反正你水多一点 它馒头蒸出来就选水 少一点就蒸出来 稍微口感有一点筋道 超级简单的馒头做法 一会再给大家看花卷的做法 这样就可以切了吗 哇 这个真的是很简单啊 希望你们的馒头都会成功 这底下无所谓 还在面光 都是自己家吃的 不用那么好看 不咱也不卖 卖人家的大馒头啊 又圆又光滑啊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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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一锅蒸花卷吗 嗯 那你蒸花卷其实步骤都一样 就是放到这上面的时候 那个步骤不一样 对吧 是锅点弄啥呗 哦 原来圆的你也会弄 看看馒头 还没蒸之前 还没蒸之前 好吗 话不多 又发了 发了一点点 水也烧开了 烧开水 端上去 刚才二次发酵 大概15到2分钟 OK 然后 等着上气 冒气了之后 再等15到2分钟 就可以 好了 关火了之后 又焖了5分钟 哇哦 哦 这是 已经出好一锅 这是两锅 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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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鲜的 馒头山 这些馒头应该再做一锅 或者两锅 馒头或者花卷 就是王大厨大概一个月的量 他每次吃三到四个馒头 现在我们做的是花卷 刚才发面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然后刚才拿出来了之后揉揉 一个视频拍馒头加花卷 还有包子 还有包子 包子就不用了 包子 反正你也拍嘛 合集嘛 面食大合集 包子肺复杂呀 包子得从火馅儿开始拍 那馅儿还没活呢 火馅儿就算了吧 每个人的吃饭馅儿不一样 哦 跟大家说一下 做花卷的时候水可以多一点 做花卷的这个面是 1000克550毫升的水 大家放心 都在屏幕上或者信息栏里可以找到 今天做的花卷不是葱油花卷 就是普通的黄油花卷 这是画好的黄油浇上去 这个黄油 我给大家拍过Costco分享 购物分享 可以把链接打在屏幕上方 你们就去看王大厨喜欢的什么黄油 这是一整块黄油 Bot磕来着 你也不是全用 对 反正就是 这黄油亮眼怎么说呢 就是能给它铺平就行 有钱就多放点 没钱少放点 我这土豪随便倒 没毛病 但是你这黄油放多了就那个啥呀 到时候不就挤出汤了吗 挤出汤也行啊 挤几杯 对啊有钱嘛 然后撒好黄油撒 这叫生面 撒上面面 然后呢 哎呦 每个人做花卷的手法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王大厨的手法 就是给它卷卷 卷卷卷卷 这啥 头捏死了 哎呦这就可以切了呢 这就可以卷了 每个人的卷法也不一样 看王大厨的卷法 食指卷一个 有人拿筷子卷 有人拿筷子压 反正这就是他的这个卷法 你会几个钻法来 我给我瞅瞅 刚才是食指卷 现在第二种 第二种卷 就完了 哦 这是筷子卷法 筷子卷法是中间压一下 然后挂在筷子上 然后转一圈 哦 还会啥卷法 撑肠 这还不是跟那个 跟那个 创可贴儿包手指 是吧 对 创可贴儿怎么包手指 你就怎么那个啥 这不也行吗 随便卷 对 随便卷 你们还会什么卷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切的大的 就一个 我切的小的 我就要两个 啊对 有人还可以就这样 对 打成纸 再演示一个 撑长了 然后就跟叠手指 一个叠 两个叠 或者是你要弄大 有三个叠 四个叠 啥的都可以 这画圈怎么这么大 哇 不是关键 这个是一个的 这个也这么大 哦 哇 哇 都挤了 锤子 这个是躺平 躺平 躺平 躺平款 你们喜欢哪一款 我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Q 躺平款也挺好看的 哎 这一款也挺好看的 这一款最丑 没有 这是因为 面稍微软点 它就塌了 啥意思 面软它就塌塌了 五花八门的 花卷卷 我们卷起来 大家一起卷起来 听说这一批好看 哎 这一批确实挺好看啊 哥宝哥的啊 拍拍住 吃果果 嗯 这个花卷可以出去卖了啊 这也不行 这也不行吗 只能拿这一批 这很好看呢 就是大啊 这哥 其实国内好像是不是也有很大 哎 我喜欢这个 这形真好看 玲珑宝塔形 这还是个歪巴子 玲珑宝塔 塔玲珑 喜欢这支视频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加订阅哦 拜拜